然后呢并且在这地方做一个相关的动作 但是大小的调整 我想这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一个程式 那在网路上面各位也可以看到 主要呢会有几个动作 我已经把它预先做好 比如说第一个 这个顺序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这里的话呢 我是用set 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前面有别的方法可以新增工作表 这个除了用之前的方法之外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用什么worksheet.add 可以新增一个工作表 接下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我这地方呢 我要产生这个图表 那产生图表这边注意啊 这里啊 因为这总共100个学生 100个学生呢 你要全部跑完 第一个困难度很高 第二个 其实真的还蛮能够出问题 所以呢 我这个范例啊 就先抓三个就好了 三个的话呢 就是for i 等于多少 等于2到4 也就是说第二列到第4列 这三个学生 先来当成我的样板 那最后当然 你可以全部跑完 不过全部跑完 这个困难度还蛮高的 你光那个位置部分 你要制定就是一个麻烦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 第一个新增图表 然后呢 再一个回圈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给什么呢 图表的范围 那范围在哪里呢 范围实际上就是 第一个 我的工作表的名称 就是问题19 有没有问题19 然后呢 从第一个范围 就是上面的部分 标题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 A1到E1的范围 所以我给它标题 第二个的话呢 第二个范围 要两个范围 第二个范围 是从问题19的Ai i的话是哪里呢 先从2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的话 它会先取得 桥本的资料 到Ei12的位置 所以第一次是跑这个桥本的图表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图表名称 我必须要给它一个图表名称 那图表名称 我可以制定 比如说呢 我这边可以给它一个变数 叫做Y 那这个Y的话呢 它取得变数 就是图表开头 那图表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是从什么呢 2开始 I的话是从2开始 所以呢 我第一个是图表1嘛 那我就把I 减掉1 这样的话呢 就是图表1了 名称 第一个图表就图表1 接下来的话呢 我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选取 那选取的话呢 就是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产生一个图表 那图表的名称 图表我就把它 要把它做选取 我才可以针对 这一个图表做什么呢 这一个类型的变更 所以这地方也是录下来 这一行刚刚也录下 点Slay 然后呢 图表类型的部分呢 我就长条图 这个也是录下来的 OK 这样来的话 来源的部分我要给它 所以这边的话呢 必须给它一个属性 Source Source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上面的 这个R的X Range特别重要 就是把这个X放进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范围 接下来